第18题完全相同的三个木块 施力F也都相同 如图所示均禁止在木板上 请问你正向力最小是右侧哪一张图 这就是老师上课所举过的例子 正向力就是跟接触面垂直的力 在我们碰到的状况之下 大部分都等于物重 比如说甲 这里垂直木板的正向力就是重量 所以甲的正向力是等于物重的 乙有一个重量向下 但是这里有一个F有一个分力向上 所以重量向下分力F向上 这两个会互相抵消会少掉 所以它本身的垂直压在我们木板上的力量 是小于重量的 所以乙的正向力小于物重 丙有一个重量向下 而这里F有一个垂直分力也向下 重量向下垂直分力也向下 两个力量要相加 也就是它压在我们木板上的力量 是比重量要来得大的 所以我们的正向力是大于我们的物重 甲的正向力等于物重 乙的正向力小于物重 丙的正向力大于物重 乙的正向力最小 第18题问我们说 请问正向力最小是右侧哪一张图 我们答案选的是B E E 然后我们先来打电梯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